哈喽小孩子 今天開箱那個Natica 2022 春夏發的這一款Pigment Dye 水洗色調這種的這個 長梯包長梯 那呃 第一個是它這個有出四個顏色 身上有這個深藍色 然後再來是酒紅色 然後再來是 均綠色 也不是均綠色 這是偏綠啦 綠色 然後再來是這個 灰色 然後呃 Pigment Dye它這個染色加工 也是蠻多日本有名的品牌會使用的齁 然後它那個染出來的色調就是 像你們看到這種 水洗的這種做舊感很好的 這種 橙色齁 蠻棒的 好 然後我拿個 酒紅色來分享好了 OK 那呃 先從 版型材質 然後再到細節 版型的部分也是 呃 和以前一樣齁 是比較偏寬 但是這一季我覺得 它有做一點小修正 它比較短一點 我覺得 它做比較短一點的話 因為它本來尺寸的range 就很大嘛 從M號到2XL 那它 版型做短一點的話 其實 就是 對身高比較沒那麼高的人 是真的比較 比較友善齁 像我有 很多客戶 發現 版型有 運動之後就 呃 因為它本身比較沒那麼高 所以 以前都買不了 因為以前買了很大件嘛 這本來就很寬的 然後又很長 就會看起來 很怪 那現在比較短 就 就 就很適合穿 很適合買 好 那再來就是 呃 材質布料 布料的話這件是薄長梯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 呃 一定的磅數 我記得好像是7 7盎司吧 也是有一點厚度 但硬挺度就沒問題 你看我身上穿這種 吹吹感 還蠻不錯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呃 細節 它這一季的話 它有新 呃 設計是很定番 然後它多設計了這個標在這邊 好 這是 像是以往的那個領標啦 齁 它直接把它刺在胸口 給你們看一下 好 OK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再來再拍一下領標 嗯 我比對一下 好 它它是把這個領標這一塊 對 他們把領標這一塊 然後撤出來 車在這裡 啊你看看 為什麼它顏色會不一樣 齁 因為它這個 這件衣服啊 它是 呃 就是 它是車好之後 這些標有沒有 車好之後才丟下去 做燃色加工的 所以說它這邊原本是白線的部分 就會變成 同樣的色調 OK 大致上是這樣子齁 那我覺得 呃 呃 這就是 呃 石桌的版型部分 身上穿的這一件是L號的 那我覺得蠻好蠻適合的 齁 這種寬鬆休閒感 那當然你要再更大一點也都OK 我穿L號我覺得是很合適的尺寸 OK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一樣 對商品有需求或者其他疑問都歡迎再來去聯繫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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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